12月初,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。在东线顿涅茨克方向,俄军主力立刻乌军,成功攻占巴赫木特附近的库尔九莫夫卡镇。这是自11月30日以来,俄军宣布控制的巴赫木特附近的第四处区域。 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布战报,承认在巴赫木特遭到俄军坦克、火炮的猛烈打击。不过,乌方称俄军在红利、曼与库皮杨斯克仍然处于手势。此外,乌空军出动战机,空袭了俄军人员与装备集中区,以及防空导弹阵地。 最近,俄军加强了对乌军控制下的顿涅茨克的进攻。此前,俄空天军苏34,携带温压弹,打击了乌军阵地。 乌军耗18年构筑的钢铁堡垒被轰成了渣。温压弹在战场的使用效果显著,成为俄军击碎乌军堡垒的趁手武器。目前俄联军的打击仍在继续。 随着推进的顺利进行,俄联军已经全面包围巴赫木特。乌军第24旅、30旅、53旅、54旅、58旅和93旅的处境十分危险。如果这6支旅死战不退,未来或将被俄联军围监。 虽然俄军在顿巴斯方向能即将打开突破口,但俄军所面临的局势依旧是严峻的。 一是,乌军在顿巴斯,构筑了大纵深双层堡垒地带。而巴赫木特只是外围的第一层阵地。距离攻入斯拉维扬斯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此前俄军攻占伊九姆与红利曼后,冰封已经逼近了这两处核心阵地。 但随着伊九姆与红利曼的失守,俄军的威胁随之解除,俄军重新发动攻势。 但在主力聚焦于巴赫木特战线的情况下,俄军缺乏足够的力量进攻其他地区。 二是,俄军为了啃下硬骨头,持续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。 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,俄军主力已经损失了一部分。 如果继续往前推进,就需要靠动员兵来实现目标。 俄罗斯动员了30万预备一人员。 目前有部分动员兵已经奔赴乌战场。 俄军动员兵的实战经验、战斗力、心理素质,都不如正规军。 难以继续在顿巴斯方向打开新的局面。 要让动员兵适应战场环境,积累实战经验。 需要一段过渡期,那么为了避免动员兵成为炮灰。 俄军很可能会在攻占巴赫木特,后进入防御姿态。 俄乌战事将再次陷入停滞,冲突时间进一步延长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俄军动员兵作战的对象,将会成为转向北约标准的乌军精锐力量。 众所周知,俄乌冲突是本世纪。 欧洲地区发生最大的一场地面冲突。 按照欧盟主席的说法。 自二月份以来,乌克兰已经有十万士兵丧命。 而俄军的战损虽然相对较少,但死伤人数至少也有数万。 俄军虽然是在国门外作战,所以很多时候不会像乌克兰表现的那样,不留余力。 但毕竟现代化战争使用的武器有所不同。 所以乌军的抵抗意志在强,也很难扭转战场上被压制的现实。 值得注意的是,乌军从九月开始进行了所谓大反攻,主要交战区在哈尔科夫地区。 但从乌军在一夜之间炸毁所有与白俄的连接大桥,以及用火箭炮快速将俄军逼出哈尔科夫的表现来看。 显然和乌军的真实战斗力存在差距。 后来乌军指挥官在被俄军抓获后表示,其实参与反攻的大部分士兵都来自外国。 其中波兰雇佣兵最多,占比高达50%左右。 北约一直在规避与俄军正面交锋的可能,所以一直不敢触碰俄罗斯的底线。 否则射程超过800公里的巡航导弹,早已交到乌军手中。 但西方通过雇佣兵集团间接参与战斗,显然也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。 不得不说,那位掌管俄空军的大将果然非同一般。 苏罗维金在其上任后,直接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全覆盖轰炸。 以兵不见血刃的方式,就让乌军、西方雇佣兵陷入了绝境。 大家试想一下,乌军和雇佣兵还没有看到俄军的面。 就有至少一半人因为温压弹、火箭炮空袭丧命。 甚至很多人被可以瞬间造成3000度高温的。 吕热既燃烧弹化为灰烬。 这已经不再是战斗力的对质。 也不是战术打法、战斗经验的较量。 而是直击战斗人员内心深处的考验。 目前的现状就是,雇佣兵正在用各种方法逃离战场。 远离这个人间地狱。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外伤好治、心病难医。 还是苏罗维金比较厉害,先转移了大部分清俄民众。 然后开始疯狂地进行轰炸。 不仅让乌克兰民众陷入了停电停水、停暖的窘境。 同时彻底摧毁了乌方战斗人员的心智。 照此发展下去。 如果乌方想在哈尔科夫、卢干斯克等方向再有所建树。 可能性变得非常渺小。 当然即便乌军集体投降。 也不代表俄乌冲突就会结束。 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战争。 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。 除非美俄达成了一些共识。 否则这场冲突距离谢幕依然遥远。 在撤离赫尔松地区之后。 俄乌双方主要在围绕巴赫、穆特和顿涅茨克方向战斗。 尤其是在顿涅茨克区域,俄军已经持续激战六个月。 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。 主要原因则是乌军在顿涅茨克采取防守战略。 并且有乌军经营八年的坚固堡垒群。 俄军为什么专挑硬骨头? 难道不能绕开顿涅茨克? 从赫尔松、扎波罗热、哈尔科夫地区展开攻击吗? 相信有六个月的时间。 这三个方向总有一个能取得战果。 有一种说法指出。 当前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顿巴斯地区。 解救被乌克兰七零的俄罗斯人。 而当前顿涅茨克地区。 俄军的控制力度相对其他几个地区较弱。 所以俄军集中火力,争取获得更多的控制权。 此前,俄罗斯有过这种描述,称当前的特别军事行动。 目的就是解救在乌东地区的俄罗斯人。 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,如果赫尔松、扎波罗热、哈尔科夫地区落入乌克兰手中, 那么俄军会被包夹。 两面受敌的情况下,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,相对于周边其他城市。 顿涅茨克更加有利于俄军的长期驻扎。 上面提到过乌军在当地建设大量的堡垒。 这些防御工事同样可以被俄军利用。 所以只要啃下这块硬骨头,之后就能以顿涅茨克为据点,向周边不断扩散。 最后形成对东部地区的掌控。 而赫尔松和哈尔科夫则会变成双方的缓冲区,为之后的长期战斗做准备。 这里也提一句,如果俄罗斯有长期驻扎的打算,显然争取有利地形更好一些。 这里要考虑到俄罗斯的跨境作战。 即便是在东部拥有大量的民众支持,依旧无法改变客人的角色。 所以要长期驻守首先要考虑防御问题。 阵地选择方面,优先考虑一手难攻的顿涅茨克。 第三是俄罗斯可能是在消耗时间,等待更多的新生力量进入乌克兰。 此前俄罗斯的动员令,成功征兆到30多万新兵。 而这些人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常规训练。 所以在新生力量加入之前,俄罗斯会较量避免激烈的正面冲突。 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,此前俄军主动撤离赫尔松。 最大程度确保自身的战斗力。 等待新兵批量入伍之后,再发起对赫尔松、哈尔科夫等地区的进攻。 这三种说法都有可能,因为俄军的兵力不足是硬伤。 即便是打下整乌克兰,没有足够的士兵助手。 最后也得拱手让出,所以一动不如一静。 从长远角度来说,俄罗斯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,只能挑选部分地区进行占领。 想要全部拿下三十万人,甚至百万军队都很勉强。 老话说的好有舍才有得。 如果俄军一位的攻城掠地,最后只能一败涂地。